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总结了中国与联合国合作50年的重要经验 强调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互利共赢 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古特雷斯对中方表示祝贺 感谢中国50年来始终坚持公平正义 始终支持联合国工作 50年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 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来看看分析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联合国合作50年 很重要的一条心眼就是要始终如一坚守联合国理想 坚定不移走多边主义道路 诚心诚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愿继续同世界各国一道 团结在联合国旗帜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历史一再证明 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 都无法靠霸权左右别国 更不可能主宰世界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一个秩序 一套规则 任何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形式 不能自行歧视另搞一套 大国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互利共赢 这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古特雷斯表示 50年前的新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是正义的一天 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机遇 单边主义完全不可接受 感谢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 支持联合国工作 重温50年前纽约联合国总部现场的画面 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971年10月25号 由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等23国发起的 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提案 进行表决 第26届联大主席马力克宣布 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 通过联大第2758号决议 会场沸腾了 热烈的鼓掌声长达两分多钟 多位亲历当年现场盛况的人士 时至今日仍然压抑不住当时的机动 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 但我们当时从未放弃过 当1971年决议最终通过时 我们都非常高兴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这不仅是正义的胜利 是联合国宪章的胜利 还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胜利 画面中身穿灰色中山装 一边拍手一边跳跃的 就是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当时纽约时报对表决后的联大现场描述称 萨利姆在听到表决结果后 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走到前排跳起了胜利舞 许多支持中国恢复席位的国家 则互相拥抱握手 全场响起有节奏的鼓掌声 近日民进党当局与一些美国政客勾结 企图歪曲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炒作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第2758号决议通过之前 美国等国操弄程序性拉布的 延时投票伎俩失败 台湾局见大势已去 表示所谓退出联合国 现场一片喝倒彩的声音 当时出版的纽约时报 向美国政府发出质疑 尼克松政府一边派基金格秘密访华 一边又在联合国阻挠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 无法说服国际社会 反而起到了加速中国 恢复席位的返校国 在联大第2758号决议 通过刑警三周之后 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15号 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 57个国家轮流在大会 只欢迎词 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学后的 4天之后的11月15号 中国代表团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 只有100多个 但中国代表团提前复印的 300份发言稿被一抢而空 不得不临时加印 我们组长任何国家的事 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 全世界的事 要由世界各国来管 联合国的事 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 共同来管 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顿 骑着别人头上称王称霸 中国现在不住 将来也永远不住 侵略 兵覆 控制 干支 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50年后 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吉文表示 他入职韩国外交部仅一年 就见证了这一里程碑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是联合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从那时起50年来 中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是从那时起 联合国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 尼云利亚前驻联合国副代表 乌斯曼·赛里奇表示 中国恢复席位后 联合国的风气也焕然一新 从美苏争霸逐渐转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 非洲国家意识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独立自主以及抵抗殖民主义 并为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建立提供平台 随着中国的到来 发展问题在联合国组织中变得尤其重要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联合国带来的质的变化 上周五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献指出 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经过持续奋斗 中国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评目标 创造了人类减评史上的奇迹 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减评合作 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宣布的 100个减评项目等一系列知识发展 中国家重大务实举措 中国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兼国际组织 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 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截至目前 141个国家和包括19个联合国机构 在内的32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大批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为国际社会推进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努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9% 以达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还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不再兴建境外煤电项目 在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方面 截至2021年10月中旬 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15亿剂新冠疫苗 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 管先生您好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那么您对讲话有何心得体会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既深刻影响改变并塑造了中国自身 同样也深刻影响改变并塑造了联合国 来自整个世界 那么中国过去50年的巨大发展成就 毋庸罪言 全世界都已经有目共睹 今天习近平将其概括为 书写了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壮阔史诗 那么对于联合国的影响与塑造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 从规模组成上来看 联合国方才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那么这实际上也特别有助于 我们对此加深理解 为何习近平要强调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同样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现在中国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承担国 第二大维和的贪款国 五常类维和行动最大的人员输出国 全球经济增量最大的贡献国等等等等 我想这些呢都是可见可知可感的中国贡献 那么可以预见随着日渐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呢 还将会日益强化 那么这呢也是习近平今天重要讲话所着力传递的核心信息 让历史告诉未来 那么习近平重要讲话总结了哪些深刻经验 英国路透社今天指出讲话再度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 那么这一提法为何被外媒特别关注呢 我认为今天路透社记者发自北京的电稿观察呢 很敏锐 他呢特别强调这是习近平再度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 路透社用英文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来执意 强调呢这一理念是习近平的原创 在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这个重要讲话中呢 就首次提出 我查了7月1号这篇重要纲领讲话的全文 全人类共同价值出现在这样一段表述中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所以啊这是在不到四个月内 习近平第二次在极具分量的重磅讲话中 全面尝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与指引 西方媒体关注这一概念 当然是基于对西方语境中 普世价值的习惯性的认知与强调 那么我们单从字面上来看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西方普世价值 的确呢有概念和内涵交集的地方 但是呢西方普世价值观 垄断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这个标准 但是呢习近平今天做出了有力的回击 他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所以啊作为全世界 共同追求的民主自由 当然不是只有一种 只能被西方认定评判的实践方式 那么此前呢习近平已经深刻阐释 全过程的人民民主是中国对世界民主实践的重大贡献 那么只有深刻理解了中方所着力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那么世界也才会更加深刻的认同习近平的这一判断 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 关键呢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 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能否带来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民生改善 社会稳定 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 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英国BBC今天的报道指出 习近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台湾 您对此又是如何看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类证 那么联合国也从来不是讨论台湾问题的舞台 在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这个纪念大会上 当然无需对此做出特别重申 习近平强调 新中国当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这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 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么这一结果本身就已经包含了 被所有联合国成员 被全世界都共同认知接受 而且在持续强化的这样一个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判断 也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的一部分 BBC强调 未提台湾当然是有响应 美方所谓推动有意义参与这个论调的 这样的一个用意 美国国务院上周六发布声明 声称和台湾当局的万事部门 进行了所谓高级别会谈 放言要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事务云 那么这是美方近来频频加厉 大打台湾牌的右翼恶劣行径 尤其在中国迎来50周年纪念日之际 更是齐心可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在国务院发表涉台声明的同一天 警告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 事实上这位世纪老人正是新中国 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见证者 他甚至也是当事人之一 今天就有媒体披露 在当年联大表决中国议案之前一周 正是基辛格本人秘密完成了第二次中国行 上演所谓波罗行动 所以美国当年抛弃国民党政权 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也早就是名牌 是历史深处的铁定事实 BBC说今天的重要讲话没有提到台湾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中方的态度与立场非常明确 习近平的讲话早已经反复宣示 任何人都不要低谷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好的也谢谢管先生 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行为 50周年之际 台独势力与西方政客却再一次重谈老调 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发难 美国一些反华政客甚至鼓吹要帮助台湾 所谓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活动 美方刻意加大力度操弄台湾问题 到底有何图谋 来看看报道 1971年11月1日 在没有中国代表团在场的情况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上空升级 此前的10月25号 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 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与此同时 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这一帖的事实 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更得到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的确认 然而外界注意到 就在2758号决议届满50年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却在近日 在被问及台湾问题时宣称 美方对台有承诺 白宫官员随后又称 美政策没有改变 同时 美国国务院某些官员 无理指责中国 所谓滥用联大2758号决议 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活动之外 鼓吹推动台参与联合国活动 上周五 美国国务院方面与台外事部门 还以视频形式举行了所谓高级别代表会谈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称 将帮助台湾所谓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活动 针对美方这一升级与台关系的最新举动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周一表示 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50年前通过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崔天凯指出 其实美国人当时也认了 现在为什么要翻案 其实另有所图 但是这个意图是不会得逞的 崔天凯强调 今天的联合国跟50年前是不一样的 不再是少数几个大国可以说了算 联合国70多年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 世界秩序也应该走向越来越公平合理的方向 有分析指出 长期以来 尽管美国有时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出现倒退 但总体上仍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处理涉台事务 这表明他们清晰的了解联大2758号决议 所解决的问题及效力范围 当下美国个别政客学者之所以唱和台独势力 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 主要出于对华战略竞争而打台湾牌的需要 有关言论罔顾事实混淆视听 本质就是要在国际上制造所谓一中一台 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 也是对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恶意外虚 在现在你为了遏制我们中国 又把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给它翻过去 我想历史是不容够抹杀的 更不是说你任意的土改 美国岛内的台独势力仍然是不甘心 所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 说白了就是在给我们中国的这种喜事上 给我们倒点乱 有美方政客的言论为台独势力撑咬打气 蔡英文当局近期大搞文字游戏 接连Y区联大2758号决议 网称这个决议案没有决定台湾代表权 甚至里面连台湾都没提到 叫嚣争取参与联合国是民众共同期待 自从上世纪90年代 李登辉这种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这样的一个动作了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 台当局倒立了台独分子 所受的一个说辞之一 就是拿2758号决议文说事 蔡英文当局要搞这种参加联合国 目的就是要搞台独分裂活动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需要指出的是 联大2758号决议彻底解决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自然包括代表台湾在内 长期以来 联合国也一直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处理涉台事务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目前世界上已有180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这个决议文里面没有提到台湾 就如同在决议文里面不可能提到福建 山东 包括你安徽一样 所以就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 值得警惕的是近期 美国还拉个别欧洲国家一起搅动台海局势 对此分析认为 美国自己恐怕也清楚 让台湾禁联合国是个没有机会实现的伪命题 它更看重的是这个制造与中国新冲突点 消耗中国外交资源的过程 美国想通过这样带节奏让一些盟友跟进 在台海问题上打乱中国的议程 为他自己创造战略上的主动 摆脱因其对西泰控制力下降 而在台海地区出现的无力局面 包括拜登政府很多人的发言 我们看到这一天吴钊燮也到了欧洲去 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都表明未来两岸在国际事务上的较量会非常的激烈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刘和平 刘先生您好 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今年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您做何解读呢 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一开篇就鲜声夺伦 从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再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很显然这是在重申和强调一个著名的三段论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依据 与此同时最近几天来国内一些主流媒体 以及中国的一些外交官员也是火力全开 以捍卫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有效性 以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而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做法完全是有的放肆 有备而来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也就是临近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5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与美国的挺台势力 正在以理应外合的方式 刮起了一股企图否定2758号决议的有效性 以及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歪风 美台双方为了解决所谓台湾重返联合国 以及台湾有意义的加入国际组织问题 正企图从源头上着手 解开50年前第26届联合国大会 套在台独势力头上的那个紧箍咒 也就是2758号决议 或者说美台双方都想为2758号决议来翻案 为此蔡英文当局的歪理是 2758号决议对台湾重返联合国不具有法理约束力 美方挺台派的歪理是 中国大陆错误地引用了2758号决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大陆为了捍卫2758号决议的有效性 跟蔡英文当局与美国的挺台势力 打起了一场法律战 那在您看来 蔡英文当局企图通过否认2758号决议有效性的方式 来得出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结论 他们能够达成目的吗 我认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出台依据 出台过程以及出台的结果 恰恰是以无法辩驳的事实 否认了蔡英文所谓的腹部隶属这个谬论 证明了台湾是属于中华联盟共和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首先我们要知道 2758号决议并不是无中三有凭空出台的 它是有法律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是二战期间发表的开洛宣言与波斯坦公告 这两个具有法律地位的文件 明确了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必须把台湾归返给中国 这就有力地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解决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问题 那么其次 蔡英文否定2758号决议有效性的理由是 这个决议既为解决台湾以及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体系代表权的问题 也为处理台湾与中华联盟共和国的关系问题 甚至压根就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然而我要说的是 50年前的2758号决议案 处理的仅仅是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也就是当时究竟谁才真正代表中国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 压根就没有所谓台湾问题的存在 因为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知是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二战期间的开罗宣言与波子坦公告 早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 当时大陆有蒋介石政权 在谁才代表中国的问题上 都表现得非常坚持原则 表达了有你无我 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 当时毛泽东主席坚定表态 如果联合国有台湾代表 我们可以等一万年也不进去 而在中华联盟共和国 成为了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之后 蒋介石政权也坚决地退出了联合国 这也就意味着 当时的两岸都以实际行动 表明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那您觉得蔡英文当局于美国的挺台 鹰派势力企图通过否认 2758号决议的方式 来实现让台湾重返联合国的目的 最终又能够得逞吗 我注意到今天习近平主席讲话中 说了这样一句 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 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 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 我认为这句话看上去似乎是不显山不露水 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质地有身 锋芒泪脸的 这等于是告诉了外界 2758号决议能否被推翻 台湾能否重返联合国 不是你蔡英文说了就算的 也不是你美国一个国家说了就算的 最终要由联合国 193个会员国来投票决定 或者用我本人的话来说就是 2758号决议能否被推翻 台湾能否重返联合国 我们虽然有必要讲理讲法 但最终要讲的是实力 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底气 是因为50年前出席联大的会员国 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计权的方式 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 那么时至今天 在当今国际上 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 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第一 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 跟过去相比 是在进一步强化的 第二 截止目前 台湾的所谓邦家国 已经只剩下区区15个 第三 即使是美国的西方盟友 也没有几个敢于公开站出来 否认2758号决议 并且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的 好的 也谢谢刘先生 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周日透露 俄美双方已就两国元首 再次会晤一事 达成共识 今年6月普京和拜登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次会面 然而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 接下来数月 俄美关系持续紧张 两周前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前往俄罗斯 进行破冰式双方会谈 却闹得不欢而散 时隔几月 俄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 将谈些什么 又将如何影响俄美关系走势 来看看报道 佩斯科夫周日在一档节目中表示 此前提到 关于普京与拜登 在不久后的将来 再次举行会晤仪式 俄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 计划正在实施中 在两国总统做出决定后 再公布会晤的具体情况 外界注意到 一旦成行 此次将是俄美元首年内 第二次会晤 六月拜登和普京 在瑞士日内瓦界面 就俄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性 贸易关系 地区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 进行讨论 尽管普京和拜登 公开高调评价日内瓦会晤 但乌克兰问题 网络攻击问题和北极等问题 仍是横杠在两国之间的深刻分析 观察人士指出 日内瓦会晤 并没有使俄美双方 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 只是在氛围上有了局部改善 让大家对两国关系 有更加稳定的预期 不过日内瓦会晤后 两国的外交博弈仍在持续 美国国务院网站 上周四公布的文件显示 俄罗斯公民被列为 不能在本国领土 获得美国签证的类别 无家可归申请者 所谓无家可归申请者 指的是申请者所在国 没有可以提供签证服务的 美国领事馆 此类申请人 需要到美国 住席邻国的领事馆 进行签证申请 由于俄美关系近年陷入谷底 互相限制对方外交官数目 俄方也禁止美国使领馆 聘请俄罗斯人 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5月起 停止大部分签证申请程序 目前俄罗斯公民的赴美签证 由美国驻波兰使领馆处理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周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 这不仅仅是减少旅游 和文化交流的问题 而是对家庭和亲属的打击 对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打击 对那些真诚相信西方思想中 关于承诺行动自由的人的打击 周一 扎哈罗瓦再度发声称 美国的行为属于 处于虐待狂边缘的欺凌行为 事实上 自今年4月以来 俄美外交战不断升级 白宫首先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 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 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 并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 作为反制措施 俄罗斯宣布将美国列入 不友好国家名单 禁止美雇佣俄罗斯和第三方国家的 自5月中旬以来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已暂停向俄公民 发放非移民和非外交类签证 并暂停了驻叶卡切林堡 和驻弗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的领事服务 近日美国参议院议员卢比奥又火上交游 向拜登政府提出驱逐300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建议 这也使得此前稍有解冻的俄美关系再度绷紧 有官长认为 在此背景之下 拜登与普京的二度会晤 大概率就双方外交使团 恢复正常运转仪式进行讨论 我觉得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美方在上一次的会晤当中 并没有提出很具体的来改善双边关系的这种意见 所以我看俄方还一直都在观察 如果说美方他们提出一些 让俄罗斯能够更满意的条件的话 可能俄罗斯会有一些善意的回应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近日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莫斯科宣布从11月1号起 暂停俄常驻北约代表处和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活动 以回应北约驱逐俄外交官的举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 称该组织将保留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 对此扎哈罗瓦回应表示 和斯托尔滕贝格无话可谈 北约各国防长于上周四签署一项 名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威慑和防御概念的计划 旨在在任何潜在的全面冲突中击败俄罗斯 此外该计划还聚焦使用核武器 网络攻击等非常规战争 而这计划的签署无疑进一步惹怒俄罗斯 佩斯科福第一时间对此进行猛烈抛击 这正在最美丽的方法 所确实的选择正确实的选择 美国立法预议几个几天前 分析指出 北约和俄罗斯关系降入冰点 离不开美国在一边使劲拱火 年月来 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北约关系不见缓和 不过俄罗斯仍对与美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 上周四 普京出席俄罗斯知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活动 谈及俄美关系时表示 两国情报机构正保持沟通 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合作 普京还回溯日内瓦会晤 并指出 双方都认为会晤有成果 两国的战略磋商也在继续 尽管达成协议的问题不多 但已经走上正确道路 普京使用进一步退两步来形容日内瓦会晤后的两国关系 认为存在倒退现象 但在达成总体协议方面有所进展 针对年内第二次俄美元首会晤分析认为 两周前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前往俄罗斯进行破冰式双方会谈 闹得不欢而散 俄美关系难以通过短期对话产生实质性突破 不过多方预测 俄美双方将在非核心利益方面达成合作 包括气候变化问题 抗击新冠疫情问题等 通过非核心问题来营造或者恢复对话才是会晤的主要目的 美方一直都非常的主动的想要拉俄抗中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主要的这种目的都是放在对付中国方面 可是最近因为中俄联合军演等等 所以他们看到了中俄之间的关系好像越来越近 所以说他们是觉得应该还是要在俄罗斯这方面来下手 希望俄罗斯能够在某些议题上面不要跟中国走得太近 因不满一些国家联名要求土耳其政府释放关押的异见人士卡瓦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驱逐包括美法德在内的十国驻土大使 这也成为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交物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但另一方面 在美国拒绝向土耳其交付F35战机订单之后 土耳其突而求其次希望向美国寻求F16战机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证实 美国已开始启动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的程序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周六宣布 他已下令尽快驱逐包括美法德在内的十国驻土大使 原因是他们呼吁当局释放被拘留的土耳其商人奥斯曼·卡瓦拉 这十国包括加拿大 丹麦 法国 德国 荷兰 挪威 瑞典 芬兰 新西兰和美国 其中七国是土耳其的北约盟友 这也是阿尔多安上台以来与欧洲和美国最严重的一次外交危机 不过阿尔多安没有具体说明大使必须离开的日期 而这十个国家被土耳其宣布不受欢迎后表示 现阶段尚未收到有关各自大使的任何官方通知 陆动社分析认为 回顾先前土耳其与欧美国家的争端 阿尔多安可能并不会有后续实质行动 2018年美国宣布 因美金牧师布伦森被土耳其监禁 美方决定制裁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 随后美国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 加剧里拉对美元汇率下跌 当时阿尔多安曾扬言 土耳其将抵制美国生产的电子产品 但事实上货物的销售未受影响 去年阿尔多安又呼吁土耳其人抵制法国商品 以回应马克龙的反伊斯兰政策 结果也不了了之 消息人士分析指出 土耳其可能会在周一内阁会议就是否驱逐十国大使做出决定 但鉴于对潜在外交影响的担忧 驱逐十国大使的要求可能会降级 土耳其宣布这个是半真半假 这个半真确实土耳其怒了 驱逐十国大使 这个是很罕见的事情 但是呢 半假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代表的太广泛了 那么如果说你把他们都给驱逐了 的话 这个杀伤力太大 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来看呢 这更可能是一个投降还价的一个过程 然而与此同时 土耳其与美国的购买战机事宜仍在继续 俄罗斯和土耳其于2017年签署了采购S-400防空系统协议 土方也成为第一个从俄罗斯购买该防空武器的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的举动激怒了美国和北约 作为制裁措施的一部分 美国将土耳其踢出F-35联合战斗机计划 但在此之前 土方已经为F-35的开发和生产支付了14亿美元 有外媒报道称 美国建议土耳其用这笔钱转而采购F-16战机 对于美国改售F-16的消息 爱尔多安指示称 美国要么退钱 要么给战机 不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近日就表示 土方已经启动从美国购买新的F-16战斗机程序 关于交付F-16战机的技术工作已经开始 土耳其正在紧盯相关程序 分析人士认为 一直以美式装备为主的土耳其 自从被排除出F-35开发计划后 其更新F-16机队的需求变得迫切 土耳其国防工业负责人伊斯梅尔·德米尔早前称 如果美国再冻结F-16战斗机的交易 土耳其将别无选择 可以随时开启购买俄罗斯的苏-35和苏-57战斗机 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发言人称 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和土方就交付苏-35和苏-57战机进行谈判 那么美国关系因为互相不信任 当这个猜挤或者说互相防备 那么他在互相卖给你武器的时候 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想法 那么这种时候呢就会产生我们看到这种局面 所以说美国和这个土耳其的关系 背后其实是美国关系或者是三角关系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军工企业依靠与西方军火公司亲密的伙伴关系 来完成引进武器装备的生产 而随着土耳其与欧美关系分歧越来越严重 土耳其也受到了来自美欧的限制 比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土耳其阿勒泰坦克项目 原先计划是采用德国的动力组 装甲以及主动防护技术 不过在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局势后 德国对土耳其进行了武器禁运 不再向土耳其提供装甲车辆配件和相关动力系统 土耳其转而与他国寻求合作 近日土耳其就与韩国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 由韩国为土耳其阿勒泰主战坦克项目提供发动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